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家中挂画 我们很喜欢在家里挂一些画 让我们觉得这样子比较有一些美观 这样子 但是各位你要记得 家中挂画有几个 他是禁止的 第一个就是不要挂没有生机的话 什么叫没有生机的话 例如枯叶枯树枝 或者是贫穷 让你看到了以后 你就觉得好可怜 沧桑的这一种感觉的话 不要 因为他是长期会影响你 你每次看到画都有这一种的感觉的时候 自然而然他就会慢慢的去影响你 第二个 不要挂猛兽 狮子 老虎这一种凶狠的猛兽 因为他们是很强悍很凶的 所以当你天天在那边看 但你不自觉当中你也会变得很强悍很凶悍 对于人 你就会有这一方面的情况 当然对于你的人际关系 他是会有所不好的 再来 不要是什么 你挂一些深色的那一种画 黑色 深红色 黑色会让你感到很压抑 红色都是一些惊恐血腥的 这样子长期下来当然是对你不好 所以说在居家挂画的时候 这三类的话尽量避免 可以挂一些让你看开心的话 这一些都是不错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